第七章 这事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祝宝节静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只认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 人就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节旗 犹太人寻找耶稣说 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 有的说他是好人 有的说不然 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 因为怕犹太人 到了节起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人凭着自己说 是求自己的荣耀 我又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摩西奇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众人回答说 你是被鬼负责了 谁想要杀你 耶稣说 我做了一件事 你们都以为稀奇 摩西传歌礼给你们 其实不是从摩西奇的 乃是从祖先起的 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 给人行歌礼 人若在安息日受歌礼 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我在安息日 叫一个人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贸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 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 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他拆我来的是真的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因为我是从他来的 他也是拆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众人中间又好像信他的 说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塞人听见众人 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 基督长和法利塞人就打发差役 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役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找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逼此对问说 这人要往哪里去 叫我们找不着呢 难道他要往 擅住西里尼中的犹太人那里 去教训西里尼人吗 他说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节旗的末日 就是罪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其实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其不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从大卫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 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纳他 只是无人下手 差异回到祭司长和法利塞人那里 他们对差异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异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塞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塞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诅的 内中有尼格迪姆 就是从前去借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也是出于伽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 就可知道伽利利 没有出过先知